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年来公馆人潮不散 老实说这样的日子也早已麻痹 我好想也感受那些情感悲欢离合该是什么样子 你们那样的女子似乎都得背着那样的命运 多年后我来到台湾 在那些苦迷的女孩里 我遇见了娟娟 她多么像吴宝呀 林三郎为爱人扑取的孤脸花 就只有她唱得出那份气哭 我原想给娟娟一个家 完成我和吴宝的梦想 谁知又是一个柯老熊 把娟娟折成的不成人形 吴宝死后的十五年 那天娟娟再也受不了柯老熊的宁愿 拿一只黑铁运斗 敲开了她的天灵盖 娟娟从此疯了 往后余生 都深锁在疯人院中 跟总司令缘完天后 李雪燕走到下一段故事 我满身铜臭 浸泡在名利场 兜兜转转过后 终于要嫁给一个有钱的老板 哎 却在出嫁之前 想起了月如 我曾爱过的那个男人 所以你在故事的最后 才对那个青涩的男子 那么亲切吗 我好像看见月如了 在她身上 但她终究不是啊 你们也只是回忆了 时间过了 却也得不住谁 因着你们的身份 繁花已逝 我们拥有的都是虚服 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卑微的人 该有多好呢 银雪燕带着众多酒家女的遗憾 走进了下一段故事 那是我最后的快乐 却也是我一辈子的痛苦 缘孽 我是缘孽 但你拥有一切 最好的物质生活 可爱了就是爱了 她是我命中的缘孽 我爱上的她 钱将军的参谋 郑燕青 终究跟我妹妹 月月红相爱 我这辈子 就活过这么一次 你说 为什么亲妹妹这样对我 所以你再也唱不下去那段游园惊梦了 你觉得一切都完了 我错掌了一根骨头 瞎子失良 说只有年纪大的男人 才懂得疼惜我们这样的女子 如今台北已变得太多 早年的风光奢华 也走入丽练 轻叹了一句 故事又翻开了下一页 林小姐你说 我和万大使夫人 到底谁亲得看鞋呢 夫人说的什么话 她也来我们一厢美人做过手术呢 哦 是啊 我想起了当年 青春正盛 将军他 如此温柔地换我的名字 夫人说的是将军凯旋过来的那日吗 青春里那一捧雪 盛开在南京 似云海 如今圣景不在 空凋零在台湾 折下惨败的极枝 也仅剩我独自感叹 夫人极爱 人都走了那么久了 还残和难过 逝去的青春也约不回了 我们虽荣华富贵 折腾了一生 也败给了时间 如果能永保青春的意气风发 多好呀 尹雪燕看完了两位夫人的故事 又走向下一段旅程 我已经老了 看到我那结拜兄弟梦养的丧礼上 他那常年住国外的儿子 将他的丧礼 删成了许多 心里叹息 中国人的人情离殊 到底是越来越不专了 他们这一代人呀 爷爷 我们这小生子很优秀啊 两钟起了 葡萄美酒 夜光杯 玉影琵琶 马上飞 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 哎 这传统文化的去向 我们这代人坚持的那些 又能传承多久呢 尹雪燕听完了蒲公的故事 走入了下一页 将军啊 哎 我多想念当年 我背着暖水壶 跟着将军从广州 打到山海关 如今将军已逝 当年人历历在目啊 可惜雇人已逝 都走入回忆了 陈寿管 我只会她不见了 所有的一切 都提供了时间了 如果可以回到当年 就好了 可却也有些事 在年少症上时 就已经来不及 书本在翻页 来到那一年 尹雪燕静静地看着 朱青和古诚的爱情故事 我嫁给韦晨 其实早就做好 她某一日会先 离开我的准备 那样的痛苦 真的 生后死了 我没经历过 所以也不能这么下定位 朱青 不好了 古诚出世了 当时苦了朱青的孩子 年纪新兴 便失去一身挚爱 朱青 快点 朱青 你来啊 可是她看起来早已释怀 之后她的新冠 想过出世时 我也没见着她半点失色 这便是命吧 中途离开的人 强留不成的 人中咒得向前看 即使背负的疼痛 再多再多 活着的人啊 是最勇敢的 因为他们背着回忆 全是往前走的 她也才爱一个人生死不渝 如今沧海桑田 她唱着东山一把金 人来人去 每眼间 不再是曾经 有些事情 敌不过阶级 有些事 敌不过时间 但最终 我们都敌不过命运 那么 或许能做的 就是把握当下吧 让遗憾少一点 紧握身边的人 尹雪燕回到了自己的故事里 她往无精力的座位走去 准备吐出书中的台词 这时她顿了一顿 一阵风吹了过来 带了外头汹涌的雨 云开了书页间的墨 她轻轻笑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